說起近期最浪漫的愛情故事 一定叫做大S和劇軍夜 兩人最近一起接受雜誌專訪 拍了許多滿滿都是愛的合照 照片曝光後 網友也一致認為大S比以前更美了 完全是回到少女的狀態 一切都是因為再次遇見了愛情 而大S也在訪問中透露 結婚這個決定 雖然外界都大吃一驚 但身邊的人卻都異常平靜 因為熟的人都知道 他本來就最愛劇軍夜 自己是出了名的會追人 但因為太喜歡聚軍夜 反而不敢追 所以24年前是聚主動追求他 交往兩年後 因為工作關係被迫分手 大S坦言那時候非常痛苦 超想退出演藝圈 心裡想著因為自己是藝人 才不能跟他自由交往 所以很討厭這個工作 最後是偉忠哥哀求他 不要退出演藝圈 他才和小S級范小萱 請了三個月的假到倫敦聊情商 而之後的22年大S經歷了一段10年婚姻 因為小孩而決定回歸家庭 最後和聚軍夜再次相愛 他表示從小到大 人生幾乎每天都充滿恐懼 不管是原生家庭 或是我之後自己組的家庭 都有各式各樣的壓力和包袱在身上 像戰士一樣去面對每一天 但遇見歐爸之後 一切都不一樣了 一開始也很害怕大家不接受 但嫁給歐爸之後 身邊沒有反對的聲音 感受到從沒想像過的幸福 現在有時候半夜睡著 還會以為自己在做夢 但只要摸到老公的光頭 就知道這些都是真的 而大S也得到了從少女時期 就一直嚮往的簡單結婚儀式 只有家人及朋友見證 聚軍夜還買了刺青機器 每天用自己的肉練習 然後親自在兩人的文明紙上 刺了永遠摘不掉的結婚戒指 沒有昂貴的鑽戒 也沒有盛大的排場 兩個人巨大的愛就已經足夠 幸福一輩子了